本文所有史料均来自于国家记忆书,作者保证史料是真实性,同时无任何影射,不涉及任何政治,都说一个好汉两个邦。 这话用在哪一个时代都是没有错的,一个人的能力就算有多大,如果没有其他人协助自己,也是很难做出什么大事情的,因而团队是非常重要的,蒋介石也是一样,蒋介石之所以能达到最后的高度,也是离不开身边人的帮助的。 除了有人帮他带兵打仗以外,还有这么一个人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,有这么一个人被称为是蒋介石的文党,被蒋介石出过不少的点子,帮过不少的忙。 此人名叫陈不雷,也就是国民党南陈北当中的南陈,陈不雷是这江慈禧人,不雷只是他的笔名,自从1927年加入国民党后,就一直为国民党做事情,陈不雷跟随了蒋介石二十年。 在这二十年里面,陈不雷一直都为蒋介石安前马后,可以说,陈不雷是蒋介石面前的大红人,可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,陈不雷并没有仗着蒋介石过着奢靡的生活。 相反,陈不雷一生都非常节俭,蒋介石有多信任陈不雷,蒋介石不仅在遇到国家方面的大事情的时候,会去请教陈不雷,而且在家里遇到什么问题,也都会去问陈不雷的意见。 对于蒋介石来说,陈不雷就像是自己的老师一样,所以,虽然陈不雷是为蒋介石做事情,但是不论在人前还是在背后,蒋介石都非常尊重陈不雷。 但是,陈不雷虽然对蒋介石忠心耿耿,但陈不雷的女儿却和陈不雷不同,因此,在蒋介石发现陈不雷的女儿不是自己人之后,自然也怀疑陈不雷是不是真心给自己做事情。 经过调查,蒋介石才确定了陈不雷没有嫌疑,可是,蒋介石这个人生性多疑,在之后对陈不雷也是再也没有了往日的亲密。 在后期,国民党可以说是越来越弱,看着这种局面蒋介石也是越来越焦躁,于是,在开会的时,后蒋介石也是言语激动,不免说了一些不合适的话,而陈不雷则在记录的时候,把自己认为影响蒋介石的话自动省略了。 陈不雷初衷是好的,但蒋介石当时早就气得不行,认为陈不雷是看不上自己,所以就训斥了陈不雷。 要知道,在这之前,蒋介石可以一直都很敬重陈不雷的,可这次竟然训斥了陈不雷,陈不雷的心理本来就是委屈的不行。 还没过几天,蒋介石和陈不雷又因为观点不同产生了矛盾,这一次蒋介石更是生气在众人面前扇了陈不雷一巴掌,陈不雷哪受得了这种委屈,于是选择了自杀结束生命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K